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维莲 本周美股是收高的 华尔街似乎暂时摆脱了 Omicron新变异病毒所造成的市场担忧 初步的数据显示 Omicron虽然传播速度快 但基本上是以轻震居多 让投资人松了一口气 道指本周上涨了4个百分点 标普白指数也涨了3.8% 纳指涨3.6%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收高 市场对于Omicron的担忧稍减 那主要股指周一是开高震荡收高 经济复苏相关个股反弹走势是较为强劲的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表示 虽然Omicron的传播迅速 但是任意者多为亲政 乐观的言论 让航空旅游股大涨 倒只是回弹近650点 创了3月初以来的最佳单日涨幅 而纳指也涨了139点 周二美股持续走扬随着市场对Omicron的担忧消散 在科技还有晶片股的反弹带领之下 周二美股继续扬升 道指收盘是大涨了490点 另外油价持续反弹呢 也带动了油股的表现 这个表现是强劲的 而纳指在周二收盘也是大涨了超过400点 周三美股持续温和上涨 由于辉瑞与BioNTech表示 初步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 在第三剂疫苗加强针能够显著提升抗体水准 有效的中和Omicron变异株 让Omicron变种病毒看起来似乎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这个消息使得道指收盘是小涨了35点 纳指是持续上涨100点 而在连涨三天之后 周四美股则是出现了回挡的走势了 尽管当天公布的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降到了1969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 华尔街由于是在等待周五要公布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之前 资金是先流出观望 所以在当天道指是微幅下跌 几乎收在平盘而纳指 则是下跌了269点 来到周五美股又恢复了上扬的走势 在公布了近40年来新高的通膨数据之后 周五美股仍然是全面开高 在当天公布的11月份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6.8% 月增0.8% 大致符合预期 而年增的幅度是从1982年6月以来的最大幅度 显示通胀的问题仍然是严重的 而收盘时股指是全面收高 道指收盘是涨了216点 最后收报在35970点 标普白指数涨44点 最后收报在4712点 纳指涨113点 最后收报在15630点 至于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还有企业的消息方面 Intel计划在明年年中 要将MobileEye自动驾驶汽车业务要上市了 估值渴望超过500亿美元 另外串流媒体Roku与谷歌 是达成了一项多年的协议 让YouTube与YouTube TV可以继续保留在Roku的平台上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Intel正计划将车用部门自驾业务MobileEye上市 消息人士表示 预计Intel最快将于本周宣布MobileEye的上市计划 潜在估值有望超过500亿美元 Intel于2017年一约150亿美元收购了这家 自驾车用镜头晶片商 自Intel收购以来 MobileEye的营收大约成长两倍 第三季多该业务营收达3.26亿美元 年增39% 而Intel第三季的营收接近190亿美元 透过MobileEye上市 Intel有望借由市场对未来交通的想象与投资需求 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 目前Intel正致力于为汽车业等产业积极提供晶片 公司执行长基辛格表示 汽车业者对处理器的需求 将使该产业成为半导体业更关键的客户群 他预估到2030年之前 高阶车成本有20%与半导体有关 高于2019年的4% Roku周三与Google达成协议 允许5640万个Roku的活跃用户继续在该媒体平台上 收看YouTube与Google的直播串流媒体YouTube TV服务 YouTube发言人弗莱斯表示 很高兴能与Roku达成对双方有利的协议 继续替该平台的新旧用户提供服务 Roku则声明表示 公司已与Google达成协议 将平台上的YouTube相关服务延长数年 并指出该协议对双方客户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Google先前曾表示 与Roku对新协议谈不拢 计划在12月9日自Roku平台上 撤出YouTube与YouTube TV服务 当时Roku指出 谷歌要求对自家客户搜索资料 享有特殊访问权 并在其搜索功能中优待YouTube 作为在Roku平台上 收看YouTube TV的一项利益交换 后来虽然同意 但也要求谷歌不索取任何额外的资料 然而谷歌不愿对此做出承诺 结果双方因此而陷入了僵局 福特汽车在一封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新冠疫情仍然不稳定 尽管员工的疫苗接种率已经有所提高 但我们仍决定推迟员工重返办公室的时间至明年3月 不过该公司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员工都已经返回工厂工作 福特汽车也表示公司计划在2月和3月开始让部分员工重返工作 目前福特18万4千多名员工当中 约有12万至13万人已经重返工作 主要是从事制造业 福特已经要求大部分美国受薪员工在1月4日前接种疫苗 由于新的变种病毒Omicron的出现 许多企业开始考虑改变员工重返办公室的计划和整体工作模式 企业也正在努力了解该变种病毒可能对运营和获利带来的影响 许多公司目前人才去观望太多 中国社交媒体巨头微博周三二次回港上市 上市首日股价破发 由于中国监管机构加强审查 众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包括房地产到医疗健康领域都选择在香港二次上市 而微博正是其中之一 此次微博赴港上市共筹得13.8亿港元 计划用于持续扩大使用族群以及收购和投资等业务 香港被视为中资企业应对在美国交易市场摘牌风险的一种途径 也是一种接触更接近本国市场投资本盘的方式 北京更一直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在香港或上海上市 这是继纽约纳斯达克之后微博的第二次上市行为 作为中国领先的社交媒体平台 近年来微博的用户数规模保持增长 今年9月微博月活跃用户数达到5.73亿 来自移动端比例达到94% 由于新冠疫情肆虐 网络贷款公司Better.com 评鉴快速批准流程 吸引不少有经济困难的民众上门借钱 公司业绩飞速成长 今年5月更宣布获得投资机构7.5亿美元的投资 准备让公司上市 这笔资金溢注也让Better.com现金额度高达10亿美元 公司估值高达70亿美元 不过本月1日公司执行长加格突然召开Zoom视讯会议 宣布所有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员工都被裁员 即日生效 令在线的900名员工相当错愕 且这次加格一次裁掉了900人 占公司整体员工约15% 且不会另发资遣费 引发外界的关注 加格声称 这些被裁掉的员工每天只工作两小时 根本是在偷公司和客户抱贵手间 不过有相关报道指出 42岁的加格本来就是个能干 但态度傲慢的执行长 脾气暴躁且喜怒无常 过去经常有员工被他骂到自行离职 中国的网路轿车平台滴滴出行 上周五发了公告 决定从纽交所下市 准备回香港上市 消息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批准敲定外国公司问责法细节之后 就随即公布 这显示滴滴在中美监管紧缩的夹击之下 现在只能下市自曝 事实上今年6月30日才来美IPO的滴滴 上市的天数仅仅只有156天 成为在纽交所上市最短命的中概括 当然市场人士现在更关心的是 这对于剩下200多家 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与冲击 有媒体就估算 如果美中关系不改善的话 那么剩下的中概括如果都陆续下市 美股的市值将会蒸发2兆美元 究竟滴滴下市对中概股会产生多大的冲击 而中概股在美国还有春天吗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随着美国和中国政府加强监管政策 轿车平台滴滴出行 上周五正式宣布将从纽约证交所下市 从6月30日上市算起 还不到半年时间 滴滴便因为审查趋延决定下市 滴滴发出声明指出 经认真研究 公司即日起启动在纽交所退市 并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 至于目前美股投资人手中持有的 美国存托凭证ADR 可在另一间交易所转换为可自由交易股票 换句话说 滴滴没有打算以发行价14美元来收购股票 而是希望将既有的股票直接转换为港股 就让市场对中国企业的信心大受冲击 滴滴股价一系直接崩跌超过20% 不仅如此 外界还担忧滴滴没有以原价回购股票的做法 可能会引发投资人向滴滴发起新的集体诉讼 或成为既有集体诉讼的有利材料 为了避免股民诉讼 也确保股票在市场的流通性 滴滴目标争取三个月内完成港交所上市 明年6月再从美股退市 滴滴下市的消息还连带波及到在美上市的各家中国企业 同样在纽约传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 在滴滴宣布下市同日股价暴跌超过8% 损失上百亿美元的市值 另外京东拼多多股价也各自下滑了9%不等 根据富比市的统计 在美上市前十大中国企业 总市值减少了830亿美元 相对于原先8500亿美元的总市值来说 降低近10% 另外根据Asys新闻网站的报道 滴滴出行宣布退出纽交所并准备在香港上市后 如果华府与北京的双边关系持续渐行渐远 国际200多家中国企业也将陆续从美国三大股票交易所下市 而美股的损失恐将上看量兆美元 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统计 截至今年5月共有248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些中资企业在证券市场累计的市值超过了2兆美元 新闻网站报道分析 中美两国证券交易法法规规定不同 反映了双方政治立场严重差距 使投资人与企业处境尴尬 中美两国身为全球两大经济体 经济层面虽相互依赖 但外交关系却越来越冷淡 上周征管会宣布 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必须接受稽查 否则三年内可能下市 这成为推注滴滴下市的最后关键因素 受到中美两边监管夹击 滴滴成为了在美上市最短命的中概股 未来恐怕也将引爆一波回流效应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电话专访 会盛金融的首席经济学家陈凯峰教授 请他来分析一下 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立场转英派 是因为通膨问题太过严重吗 另外也要请凯峰教授来说说 他对明年经济的展望 我们稍后回来